gm i 我其實我生活最大的轉折點就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 雖然我去過100多個國家 好像中國一直在我的心中就是我 像我的家一樣 我85年就是第一次来到大理 我已经认为大理非常有心理 2003年我就问完我两个儿子 我说如果爸爸就把他的工作放弃 然后我们的房子都卖掉 我来到中国找一个地方 我们创造一个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你来到西里岸不是因为你有一个豪华的酒店 但是因为我们可以住在一个 但40年代基本上都没有变化 所以我觉得我很想创造这样的平台 可以让外国还有外地人可以亲自过来 通过我们的一些跟社会有社会的关系 友谊情怀 也可以跟我们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做我们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 大理还是最适合做第一个 尤其是喜酒 当地人的那个保容 保容性就是非常保容 你要不要拉一个 最热情的一个像中国人的 这些有烹饪远方来的中国人 我觉得如果我们就是要微笑 都说一句 我发现中国人都非常保容 我觉得特别喜欢 虽然我们是我老外外国人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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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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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吗 好多吗 我们还是觉得在大理 也是觉得好像跟当地人也是一家人一样 我们尽快一点要把我们两个儿子呢 就是亲 就是拿回来好不好 亲回来好不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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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 你还记得 你从小就是他们的那个 是不是好多呀 对对对 是吧 我还是是是是跟他们做出走点啊 对 所以这个是那个 我们为什么都选了一个小村子要住 我们都要跟这个当地人住在一起 我们天天要跟当地人交流 我们都觉得这个 从我们外国人的视角 是中国的一种 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种魅力 原来我们一直在想做一个社区 我们怎么做教育 我们怎么让那个世界来到像西州 把50%的我们的酒店的占地 作为公共的空间 都让更多人就是跟西州的村民 都有一些交流 所以我们创造这样的一个碰撞的一个空间 林立像是作为一个外国人 对我们中国的我们白族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还有四农村的这个农耕文化 认识的比较好 到以后我也喜欢这个我们现在白族的这个传统建筑 一座那个工艺图书馆 一个博物馆 一个教育基地 我是一个外国人 但是我那么爱上这个国家 我希望我是代表中国的一种文化的博物者 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点的说服力 你们好 今天穿得很美 很漂亮 沘 archives 太过天员 我欣读 我欣读 你 我欣读 我欣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